有21位朋友们问说 想请问您对于塞尔瓦多正式把比特币 作为国家法定货币的一个看法 我是觉得相当有创意 那也蛮好的 那比特币当然我们目前碰到的一些具体的技术上面的挑战 好比像说每秒钟能够清算多少交易 或者是说塞尔瓦多有没有搭配好的就是实名认证的系统 因为他如果没有架在一个好的实名认证的系统上面 那我们就已经看到很多就是整个钱包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的这个情况 所以当他选了这样子一个技术路径 当然对于整个区块链 对于整个所谓链圈 他会是一个刺激 因为他就会真的碰到 你在治理环境里面要落地 你需要解决的所有很多的问题 那这个总比说比特币或者加密演算法 整个非法 别的管辖领域有这样做 那总比那个好 因为他会刺激大家有所更新 那当然在我们的情况下 我们是目前中央银行的可信度非常的高 所以这个情况下 中央银行自己去推CBDC 就是所谓的数位货币 他就比较不需要靠国际上面那些做比特币的这个算力 去证明说中央银行不会倒台 我们蛮相信中央银行不会倒台 所以这部分我们大概如果要做CBDC 不一定会调比特币的这个技术 那另外还有一个很很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近零这个路径 是我们现在各部会都扛密的东西 那不能说中央银行忽然调了一个 会大幅增加排碳量的 等于是说我们好不容易都已经降低排碳量到某个程度 但是因为我们在用这个以比特币作为backbone的这个新的新新台币 那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省的这些排碳量全部都因为比特币挖矿的关系 全部又回到大气层里面 那这个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 所以我当然比较看好的是 现在像以太坊有很多的layer2 他已经开始去想说我们怎么样不需要烧那么多的算力 那就可以很容易的去把智慧合约等等 去把它自动执行起来 那他底下的这个layer1 那未来完成这个升级之后 那理论上也不需要再烧那么多点 那可能到那个时候 以及每秒钟能够计算的交易量 高到我们真的能够把当作货币使用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的新的这个技术 泛程web3.0了 就比较真的能够成为我们治理技术的一部分 那现在因为排碳量跟 就是你要用这个proof of work 去证明的那个公信力 其实还低于我们中央银行的公信力的关系 所以目前我们并没有一个很强的理由 去用比特币 但是等他在萨尔瓦多 或者在其他地方 再多是几年的话 我是觉得蛮有这个机会 去开始把其中某些部分 变成我们治理环境的一部分 希望又回到这个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